哈喽 大家好 我是维哥 今天我们继续来玩这个穿越火箭的翻导特训 也是一个吃鸡模式 然后这边拿着一个锅 炒锅 平底锅 再找装备 找了半天 本来应该是穿越火箭这个翻导特训 好像应该是很多装备剪的 这边剪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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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就是莫名其妙会打人 比如说剪到枪就莫名其妙会开枪 这个剑好像是太灵敏了 我一点就不小心就可以点出去 然后这边我剪完一把枪 我看到一辆红色的车 真的不错 我就没去去下面狙击他们 然后准备出来 然后看到队友 对面有一个人过来的时候 我准备开枪 但是这边这边车已经上去了 然后我就靠近车 然后我直接点个乘坐 点了乘坐之后 我就上了车 上了贼车 这反正不是我队友 反正我是上了他们的车 因为它是翻导特训的里面这个车 不是透明的 看不到里面有没有人 所以说你坐到里面 就等于现在就坐到对敌人的车上 我就想着看他能不能带我吃鸡吧 吃鸡啊 没有吧 就吃鸡 这个一路上他还再拉了一个队友 我就是上了贼车 这就算了一下他们有三个人 我就一个人 我肯定不敢下车 这个又看到路上又有个人 又是他们队友吗 不是 这位直接给撞死了 撞死了之后 他还倒回去 撵了一下 应该是直接是落地藤河了 落地藤河 然后他们两个下车 下车去捡 有两个人下车 然后我也准备下车 我准备把这两个干掉 但是这时候发现 瞄准实在是不好瞄 因为这个是手机操作不好瞄准 那算了 想想算了 继续上车吧 如果这个时候下车 可能会被他给撞死了 继续坐着他的车 一路狂奔 这是来到了一个小镇吧 快来到一个小镇 是吧 坐在这个车上 说不定他们几个人 能带我吃鸡也对不对 也能带我躺一局 到最后我来全体解决他们 就搞定了 但是也是坐在车里面躲 这个翻导特性就是这个车很 很那个 因为你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人 躲在里面 我上面就躲了里面躲了半天 基本没有看到什么人 在那边躲躲停停 躲躲停停 等待机会 估计他 他们知道不知道我在这车里面 应该来说是知道吧 他在这边闹了一个地方 这个老司机的开车技术不行 应该是前面 前面有一个人在打 在打 这边撞了一辆车 这边对面有人 对面有人是吧 这边就看这个司机 老司机驾驶技术 你压一个 碾掉一个 这个是那种激光枪拿来打 激光枪掃射 因为可能是太偏 你要不要他车上有轮 那辆坦克车 那辆基部车 还是怎么车 有轮 最后 被扎死了 这老司机开车 把我给扎死了 这叫做偷鸡不成 就这样子就爆掉了 好吧 那本期就到这 谢谢大家 请大家继续关注观众 维哥解释 如果大家有分今天的视频 也可以投稿到观众号维哥解释 或者有邮箱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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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